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项判例对许多手持绿卡但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台湾的移民人士具有重大影响 本案原告是一名巴基斯坦妇女 她在拿到绿卡后两个月就回到巴基斯坦结婚生子 总计五年内在美国所居住时间不超过四个月 后来她再回美国时 在海关被没收绿卡取消居留权并拒绝入境 本宗持续了数年的官司 最后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被判败诉 旧金山移民律师表示 拿到绿卡的人士 必须在美国居住相当一段时间 才能向移民局证明你有在美国长期居住的意图 所以拿了绿卡就回国的人士 非常有可能被取消居留权 但移民律师表示 不是取得绿卡后 就不能在美国以外地区居住或工作 例如许多硅谷科技人士最近纷纷到大中华经济圈工作 这种情况移民局也会有多重考量因素 如果持有绿卡人士打算到亚洲工作两年 如果能够向移民局提出为期两年的合约 证明两年后你还将回美国长期居住就能保留住绿卡 除了工作上情况外 移民局也会考虑这名绿卡持有人的其他亲属 是否仍住在美国 个人在美国报税状况 在美国是否还有房地产等因素 总之 若拿了美国绿卡后 想在台湾常住的民众 要特别注意定期返美 并停留一段足够时间 以免不仅公民身份拿不到 最后连绿卡也不保 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